我是Jolico 每天晚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我们刚才呢 为各位介绍了生态率的创办人 这位于婉容小姐 她写了一本明日的餐桌 在谈的这个就是 人类在饮食 跟这个产品的使用上面 怎么样达到 Fairness 这个也就是公平 这个公平除了产品的本质之外 还包括它的产销的过程 是不被剥削的 那今天呢 这个8点10分以后 我们要介绍的还是一本书 这本书呢 在最近的台湾 其实各界人士都应该来阅读 来做省思 当企业诟病国家的 The Silent Takeover 这本书呢 这个是一位英国的经济学者 所写的十几年来 仍然是畅销书 我们非常谢谢知名的律师 吕秋元先生 在现场等一下介绍给大家 秋元早 康康早 各位朋友大家早 非常谢谢 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 这个股市的分析 再来请教 吕秋元先生告诉我们 企业消费者跟政府 他之间怎么找到平衡点 而可以真的是三赢 而不是三书 好 今天非常谢谢知名的律师 吕秋元先生在现场 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当企业诟病国家 秋元请教你 你见过这位经济学家 是 而且他长得 很漂亮 很年轻很漂亮 对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理念的经济学家 那么他本身来讲 就是说当时大概是在十年前 我在英国的时候 那么他当时在剑桥大学 你那时候是在伦敦的政经学院 对 那么他其实对于 因为当时我自己本身 就是说有一些 我的博士论文本身 跟这个就有点关系 跟亚洲经济危机有关 那么当时就是有一些议题 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他讨论 那这个部分其实 我觉得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这本书已经十年了 那这一次今年再度发行 是他的十周年的纪念版 对哦 他十年前就写出了这本书 而这个十年后好像全世界都是这样 其实应该这么说 十年前大概有一个 我们讲非常非常这个流行的名字 叫全球化 对 那他也是研究全球化 对他也是研究全球化 那么当时其实大家应该有记忆 像西雅图会议 动辄就是几万人上街头 然后反对所谓的全球化 那这个全球化代表的 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 代表的是美国化 那个叫Americanize 那也就是说到处冲刺着麦当劳 星巴克等等 这样的一个大企业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觉得这样的全球化 其实是一种加速贫富差距的 一种潮流 对 那么在经济学者 或者是说在一般的社会运动学者 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们思考就是 应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资本主义这个制度 已经大概就有两三百年以上的历史 就是说我们从我们如果讲说 最早最早所谓的瓦特发明蒸汽机 开始到现在 这段期间以来 其实大家在担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资本主义其实是全世界 可能它是最好的制度 但是它也是一个最坏的制度 对 但是它创造财富 最后就会变成分配不公平 对 那民主国家的民主 又希望是飘飘相等 这个人人公平 对不对 所以这就中间有矛盾 你刚刚讲到这位这个女作家 经济学者 她非常的传奇 Norena Hurts 她其实她应该算是天才儿童吧 十八九岁就已经大学毕业了 对不对 还是英国的这个剑巧大学的博士 那为什么她会出版一个十周年纪念版 这个是她的原文的十周年 还是说我们的这个中文版的十周年呢 经济新潮社所出版的 这本书就是说她引进来台湾 其实这本书写没多久之后 新潮社就把她引进来台湾了 那么对于这个这本书来说 她所描述的现象 在过去跟现在来讲 其实都很类似 而且有加剧的情形 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十周年纪念版 让大家注意到啊 就是说企业界逐渐 因为企业界的 全球化一定是企业界的全球化嘛 对不对 财富的全球化 因为政府都有主权 她所谈的应该是说 为什么这个题目叫做当企业 她用企业两个字是比较中性的 她并没有用财团 其实她真正想说的是 所谓像比尔盖茲这样的一个大财团 在十年前的时候 比尔盖茲一个人的产值 相当于全球一半的产值 对哦 美国很多大公司都是这样的 对像是我们讲说 十年前有些集团 我们讲说包括比尔盖茲 包含说所谓的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 或者是我们讲说 许多在美国的大企业 像现在的脸书 都是一样的 这一些所谓的大企业 他们的产值甚至比很多的 非洲落后国家 都要来得多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就会是思考说 第一个问题是 当国家开始为了吸引资金 大幅度的下降 所谓的租税门槛 或是说大幅度的提供 租税优惠 减税等等的方式 贷款的方式 让企业愿意留在当地 而这个企业留在当地之后呢 政府可以借口来夸耀说 你看我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于所谓的说 财团的力量 当然是越来越大 那当财团不知不觉的 做大了以后 控制了我们的十一住行娱乐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早上出门 可能我们买的早餐 在财团的商店里 可能买的东西 甚至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 通通都被财团控制的时候 那到底是财团在决定我们的生活 还是国家在决定我们生活 可是如果财团决定你的生活 也让你方便 也让你降低成本 对啊 没有错啊 这是好事啊 但是问题是 财团相对来讲 当然要反噬消费者的时候 他会怎么做 前一阵就有一个例子是 当我的杂志 我要上架的时候 可能我面临到的财团 他的做法会是说 你要按照我的规矩来做 那你不按照我的规矩来做 可能我就会封杀你 那在这样的情况 他们就和平相处了 对 但是当所有人都和平相处 对消费者是最不好的事情 哦真的啊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就是说 那The Silent Takeover 这本书所写的就是资本主义 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 当他财富集中 对 因为财富集中就会造成了 企业变成财团 因为财团就是好多企业 整合在少数人手上 那财团决定了我们的生活 好 还是由政府决定我们的生活 但是问题是政府我们没有 我们政府可以扣过选票去换人嘛 财团不能投票换他 你财团怎么换 等一下他会提供一个办法 好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就是他现在在担心的问题 他说当财团 透过全球化的方式 控制了政府 控制了国家 控制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该怎么办 所以他也不是故意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一个 这个经济发展的 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一个 资金集中 然后技术开发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财团就垄断了所有的资源嘛 对不对 因为有些东西是有经济规模的 对 大者越大嘛 对啊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政府为了吸引这些大企业 留下来 不要出走 问题是美国他都有垄断 反垄断法呀 像AT&T啊 像Microsoft啊 当然 他们都有啊 当然 那有用吗 但是这个东西呢 其实他对于某些 我们讲说联合行为 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但是对于所谓的单一财团 例如说我刚讲了像比尔盖茲 你说微软 你基本上你要透过政府的力量 去制衡他 恐怕呃这个呃 能力会比较不够 为什么 他可以透过非常多的方式 举个例子来说 政治现金 或者是透过很多不一样的方式 去游说所谓的政治人物 在立法上对他有利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面 其实政府慢慢的越来越倾向于 所谓的呃两难的情况 他要保护弱势的大众 对 还是他要去呃为了财团 去创造一些更有利的环境 让财团留在当地 当然这也是最近台湾所面临的现象 就是说有一些政府官员 他们会觉得很冤枉 因为呃他开发很多的呃案子啊 这个经济建设 那或者是BOT案 都是为了公共建设 为了经济发展嘛 经济发展一定要投资啊 是 那你投资才有GDP啊 对不对 可是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如果一不小心啊 这个啊啊财团啊 他的主导力 零驾了官员之后 就会出现现在台湾的这种 好像这个状况 对是全世界各地都一样 那呃 如果说这个柯文哲市长 他在跟几大财团的周旋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需要也看看这本书呢 当企业诟病国家 The silent takeover 等一下我们来请教一下 对就演啊 不过政府如果过大 或者是政府 他对于人民来讲 他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有任其制去制裁他 有选票去做公平的裁判 是 那这本书也讲到的就是 财团没有 但是有消费者的购买力 对 其实他应该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不好意思 李秋远啊 先生知名的律师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他所这个介绍的这本书是 当企业诟病国家 这是英国的一位非常的 真的是才女 智慧跟他这个美貌集结余生的 诺瑞娜赫斯的经济学家 他是剑桥大学的博士 他所写的这本书 在十几年前就受到注意 那在台湾也有中文版 那最近呢 这个去年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十年的纪念版本 那在台湾 我们怎么考虑 企业政府跟人民 能不能和平相处 能不能三赢 我们为大家来找到答案 否则这样子天天干来干去 好像也蛮累的 Coco早餐 Coco's VIP 好这个8点23分55秒 我今天为什么要介绍这本书呢 The Silent Takeover 这个当企业诟病国家 主要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个程度 财富集中分配不均 其实也出现在台湾 那台湾呢 因为最近克文哲市长上任之后 对台北的很多的案子来重启调查 或说重新考虑他的公平性 那使得政府跟企业 也就是政府跟财团 国家跟财团 跟人民之间出现了紧绷的关系 这个紧绷关系 其实对国家发展来讲 长久来讲 这个并不是很好 对不对 李秋远律师在我们现场推荐这本书的 The Silent Takeover 所以这三者之间 难道永远都要这样子吗 互相仇视吗 这三者之间 其实可以不必互相仇视啊 因为其实财团有它的重要性 就像我们讲的啊 就Coco你刚刚讲的提供方便嘛 对啊 然后它让我们生活带很多便利 然后发展更好的产品 有些东西它需要资本累积 资本累积之后才能够创出更好的东西 而且可以给我们便宜的好东西 对这没有错啦 但是我们讲就是说 当这些财团跟政府之间走得太近 那么甚至可以去控制政府 而且这个控制政府的方式 竟然不是透过选票 控制政府有些例子可以举出来吗 有些就这些东西哦 例如说 它里面会提到的是 在英国或者美国的情况 他们可以透过 我刚刚提到的政治现金的情况 他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立法 或者是创造出更多 有利于这些企业的法令 对 像是举个例子来讲 税率的降低 就很重要 对 不管是说营业税 特别他提到有些公司哦 他可能营业额非常高 但都透过非常多的方式 例如说租税优惠条例 产业优惠条例 等等的去免除他的营业税 那在这个地方上面 其实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他等于是 比一般老百姓取得更好的 因为他有这个接近 然后还有影响力 对或者是 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律师在帮忙 类似 或者是 或者是像是他的这个 将来在贷款上 他有一般老百姓便利很多 对 因为可能就是说 他的贷款条件比较好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 两者之间 贫富之间差距 越拉越大的原因之一 再加上政府 其实从 柴契尔夫人雷根时代 就开始进行 所谓的 去管制化 对 这种叫 Delegulation Delegulation的意思 雷根主义 他把所有的企业 就是能够承担的功能 逐渐提升 然后把政府应该要做的功能 不涉及公权力的东西 管制越来越少 然后把很多的企业 迷因化 例如说 英国最有名就是 舍弃尔夫人就这样 在铁路公囊很恨他 很恨舍弃尔夫人 那就是说 他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之后 他让财团的势力越来越大 对于人民来说 人民他可能会觉得 愤愤不平的是 我的生活并没有过得比较好 相对于财团的巨大的发展 那老百姓其实过得并没有很好 那么我们透过选票选出来的政府 原本以为他会是一个左派的政府 结果最后面还是变成了右派 左派是站在人民这一方的 对就是左派就是站在 我们讲说贫苦大众 弱势者 对他希望说能够提供多一点的公共服务 要一个大政府主张多一点的社会福利 但我选出来的政府却是选出来以后 偏向右财团又变成右派 就是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 那这本说当亲业过病国家 他当时是批判性比较强吗 那个时候在这个欧美国家 引起什么样的回响呢 我们来进一段广告 8点33分12秒 我是周玉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为各位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我们目的不再批判 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而是我们旁观者亲来看 企业国家跟人民之间 怎么找到平衡点 目前看起来在台北市的 这几个案子显示出 政府跟企业 他们如果合作太密切的话 失去保障的 或者说他利益受损的 就是消费者跟人民 这是事实对不对 好这本当企业诟病国家 这本书是英国的美女学者 洛内娜赫兹他所写的 The Silent Takeover 是经济新潮社 十年前就出版了 去年下半年 他们出版了一个 十周年纪念版 没想到在台湾 企业跟财团 跟人民的关系 也进入紧绷状态 你刚才在广告之前 告诉我们说 这本书给你答案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 三者之间不要这样子 紧绷 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一个 经济资本主义的资本家 掌控的一个经济发展的 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每天都必须 跟他们和平相处 才能活得好 那你有什么解决之道 不要这样子怒目而逝呢 这有点像是 他提出来的建议 有点像是我们现在 可能很多人在脸书上 或在我们讲所谓的PTT上 会做一些发言跟制衡 的这种观念有点像 他的概念大概就是 以所谓的消费民主的方式 去处理财团政府 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当我们消费者 日常生活在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是有选择权的 那么举个例子来说 当我们认为某一家 超商的咖啡太贵了 那可能我们就会借由一些方式 消费者可以自觉的去拒绝购买 或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 去让厂商愿意对我们妥协 做出一些动作 例如说他可能会降价 或者是改变他的商品来源 原料来源等等 来跟消费者做一些良性的互动 坏句话讲 其实就是资讯透明 跟消费者意识 还有一点就是 你要业者之间要竞争吧 对 他如果没有竞争的话 其实应该这么说 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 一定有其他人有办法会出来 跟原来的财团做一些基本的抗衡 问题是消费者买不买单 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如果我们有一家 我们讲咖啡 早上大家喝咖啡 那如果说今天就有咖啡来讲 我们觉得这一家太贵了 那但是方便 那我可不可以选择一种方式去 我去找那种 有一点远 但是他咖啡卖的相对便宜又好喝 那要靠消费者自己觉得说 我有这样的自觉 在我的钞票上面去制衡企业 而在选票上面去制衡政府 这就是消费者他能够做的比较具体的事情 那至于说其他的部分 他提出一个 就是类似世界贸易组织的这种构想 我倒是觉得比较远一点 因为他认为说 可以成立一个类似世界贸易组织的单位 去管制所谓的这种企业 大企业的不良的生产行为 或是说他的垄断 或者是并购国家 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东西倒是比较远一点的 他觉得要成立这样的组织 我觉得比较近的应该是 我们消费者可以从自己身边做起 就是说你需要什么样的企业 来帮助你的生活 你需要什么样的 就是国家来照顾你的社会福利 这个部分是消费者自己可以去选择的 那当企业并购国家的时候 那我们自己本身是消费者 我们要怎么去制衡企业 能不能够去透过财团 或者企业最害怕的消费行为 让企业或者国家变得更好 这就是消费者的选择 其实消费者他手上的最大的武器 就是他的消费能力 对啊 这个就是消费者 那我去抵制你就好了 对你消费要不要选择吗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觉得这个企业 他对他的劳工不好 例如说老板赚很多 股东赚很多 但就是不分给他底下的员工 这我们怎么做 很简单啊 你可以拒绝使用他的产品 拒绝就是说搭乘他们的交通工具 他就要回应这个社会啊 对就是说那这个时候企业就必须要面临他的盈利下降 嗯 那么这是最现实的做法 嗯 远比说道德口号的呼吁 或者说是远比政府来管制这个国家好多了 政府不敢管制啊 问题是我们几十年前呢 这个比较流行的啊 我记得叫做什么啊 追求卓越啊 是 社会竞争力啊 然后同时大家讲的是企业伦理 你知道吗 是 为什么近几年大家对于企业家的伦理跟社会责任 就觉得好像比较束手无策了 其实有一些企业家 因为太多的律师在帮这些企业家 我们我们帮不了企业家 其实其实我觉得律师帮不太了企业家 应该这么说 企业家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 消费能力全部贯注他在家企业最好 他在意的是这个盈利 他在意的是利润 就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大家都要买 对 他在意出来的东西是这个 那当这些法规归他不利 他可能就会想办法去用一些方式 台面上的台面下的 去做一些变更调整 他会去游说这个立法机构 可是你也可以游说啊 游说应该有法令节制或者是透明化呀 没有错 但是那个东西叫台面上的嘛 台面下的有很多的 例如说政治献金 或者说是一些所谓的跟国会议员的联络 等等的方式去做出对他有利的法案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等于是企业他没有选票 但却做出了比选民更了不起 更夸张的事情 他可以直接影响政治人物 他可以直接 你想嘛 我们讲说今天任何一个企业家 他都有办法可能直接约个电话说 总统我们现在吃早餐 我们选民哪有办法 我们还是支持总统的那个人 但问题是可能你根本就碰不到总统 而这个所谓的财团的老板 他可能可以随便就打一通电话说 你找一下院长 我们待会吃个饭好不好 那当中就把政策就沟通搞定了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说 当企业越来越大的时候 国家变成不是民有民智民想 而是企业有企业之企业想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但是呢 其实这本书这位美女的经济学家 这个Norena Hurst 她写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政府如果对于企业的监督管制 她的力量开始微弱的时候 消费者跟企业的股东 因为很多的企业都是上市公司 或者是非上市公司 她的股东他们要负起社会责任 可是他里面提到了 当你的消费者要发声的时候呢 这个国家必须有个民主机制 这个民主机制里面叫新闻自由 是 对不对 就是你必须有个新闻报道的自由 那新闻自由现在也有不同的这个诠释了 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世代 新闻自由几乎已经是 除非你像中国大陆那样 管制他的这个上网 管制的这么的严格 每一个人都可以上网 我们现在在台湾根本 每一个人像你也经常写脸书 经常就投稿到网络上面去了 对不对 那新闻自由又会被人认为是过度的泛滥 被利用的时候怎么办呢 比方三星 他会有个三星门事件 是 对不对 那 新闻自由 其实这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你刚刚讲的三星门事件 他比较类似就是说 三星他为了美化自己的窃形象 对 他就会找一些写手 在网络上在网络上帮忙 帮他忙 那么但是问题是现在的网络 非常的可怕 所以非常的可怕 我用可怕两个字的意思是 对于作假的人非常可怕 因为马上 就是说在网络上 立刻就会被揭发 很多的很多的这个网友 在上头他就会找出 你去年说过什么话 你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这很有意思 因为李秋远他自己主持的节目 跟他所写的文章里面 常常就好像跟这个新科技 新公民的这种新政治力量的沟通 还蛮顺畅的 那现在国民党 或者说其他的政治人物 每一个人都一头雾水 不知道怎么跟网络上的晚军们交往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真实啊 其实网军要的东西 不要讲网军啊 我们讲说 一般在网络上 比较大量使用的这些人 他要的是一个真实 就是你老老实实的 不要讲假话就好了 他要求的是一个真实的政策 然后不要黑箱作业 对 他要求的是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 克文哲会胜出的原因 对啊 所以 其实我觉得说像行政院 当他要去做一些 所谓的说什么 要官员跟民众之间 好好的沟通啊 必须要就是 多了解网军的思维 然后还要做个训练 我就搞不懂 这个东西 这个训练的问题 这不是训练 这是你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面 你必须要能够去了解 难道你吃餐餐跟刷牙 睡觉还要训练吗 对嘛 这个东西叫真实嘛 你要不要说实话 好我们这个 这个很重要 就是真实 那所以今天 吕秋远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他是一位知名的律师 他跟各界人士都有来往 当企业诟病国家 这本书呢 提供给政府官员 提供给这个学者专家 也提供给财团 那财团 你面对今天 全球化的一个 呐喊的浪潮的时候 财团怎么样 找到自己的定位 怎么改善自己的形象 我们也不希望 这些财团 每个人都哀嚎啊 对不对 那像目前的 怎么几大弊案的 这些公司 他们要怎么样 找到他的真实点 跟社会对话 而不是退缩 或者是仇视 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提供一点建议 不过刚才 我看到新闻里面说 这个管中民也辞职了 这个马英旧总统的政府 国防部长换人了 如果我们的管爷也辞职了 那这个 跟社会沟通的 这个状况 好像有点麻烦 国防部长也换人了 现在其实所有人 大概记不得 我们国防部长是谁 交通部长是谁 经济部长是谁 财政部长是谁 大概提的出来 大概不多了 记得起名字来 交通部长叫 陈建宇吗 是不是 可能许多人 可能许多人 大概 也行政院长 已经换姓毛 都不一定知道 这好麻烦 因为换的太快 这一阵子的人事变动太大了 我们行政院副院长谁啊 行政院副院长就是我们讲说他 我给你一个提示他管资讯啊 而且他还跟马英九讲过 对齁 Google的那个以前的负责人 所以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政府台湾哦 我们不希望是各方都输 我不希望把台湾 我们批评这个很多的事情的公平性 是希望台湾越来越前进 批评是为了进步 对不是为了要打压所有的人 所以才突然你怎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做好公共关系 做好 我不讲公共关系 应该说社会责任 跟社会的对话 其实我觉得社会责任跟股东的利益 不尽然是冲突的哦 对啊 就像义美嘛 他是很有名的例子 在所谓的网军里面哦 就是很多人说 我要钞票教训义美 什么叫钞票教训义美 当觉得说有一间公司 他对台湾进了某些社会责任的时候 那么相对的可能有些消费者 他就会越来越想要去购买他的产品 或是说要帮助他在社会上更好 我们要进一个广告 好这个 The Silent Takeover 当企业诟病国家这本书 提供大家不同的思维 也就是财团 你要改变自己的危机 这个处理的状况 你要提升自己的形象 那刊登广告 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 对 你是不是有别的方法 这是我们诚心提出来的一个建议 那至于这个 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讯息 我们等一会再提供给各位了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就是说这个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 The Silent Takeover 这本书呢 是洛雷纳赫兹 这个英国的一位美女 经济学家 剑桥大学的博士 所写的书 在台湾呢 这个由经济新潮出版社 所出版 当企业诟病国家 当这个 克文哲市长 他就任之后 在台湾跟财团之间 为了一些联合开发案 为了一些BOT案 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于有非常这个 尖锐的对抗的时候呢 财团人民跟这个政府之间 怎么找到平衡关系 那最后的五分钟 我们特别来替财团把慢一下 就是说台湾的这些大型财团 他在危机处理上面 在对外跟人民的对话上面 似乎步步 这个走向比较不利的一个状况 但他们觉得很不公平 那请教这个 呃 吕秋元律师 他们的这个不公平 来自于他们跟社会对话的脱节 还是来自于他们的定义上的不一样 我们怎么样提供他们一些旁观者的建议啊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财团可能自己要去思考的是 呃 人民跟他之间的关系紧张的根本根源是什么 嗯 也就是说当这个根本的根源来自于人民对于他所提供的并不是产品的不优秀 嗯 或服务的呃不完美 不是这个 而是来自于说本身人民对于财团在政商关系上的不清楚 嗯 在不当利益上的取得 嗯 在于所谓的贫富不均的这样的一种愤怒的时候 嗯 那么财团应该怎么去做调整跟改善 嗯 例如说我刚刚提到的 当某家企业他真实的去面对他的状况 诚心的认错 嗯 做出是做出适当的补偿 甚至是让消费者觉得是有诚意的做法的时候 嗯 消费者就会自然的倾向这一边嘛 嗯 可是相反的当有些企业他在处理事情的态度是用呃我觉得我是为台湾人民想我在创造台湾经济的呃发展 那么你们人民为什么要仇视我 你们人民为什么要反对我 他只是用这样的想法 然后有时候捐点钱 嗯 就觉得这个问题就过了 因为他长期来讲他用捐钱可以解决问题啊 钱不能解决问题 钱不能解决问题 企业形象企业责任 其实是在我们长久以来 经济学的看法里面 企业形象企业责任 他绝对不会是一个花钱或吃力不讨好的东西 那是长期经营的 对 那我们看那个张中某 那是个品牌嘛 台积电在高雄气爆的时候 他们就那一个两三个月当中 他们帮助这些气爆的灾民们把这个道路给这个铺平了以后 那张中某先生管他一年赚多少钱啊 呃大家就对他是非常的尊敬啊 包括许文龙先生的这个 就是说你并不是捐了钱就走 而是你怎么对这个文化对这个土地 甚至对于这些消费者去做生根 那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 他会体会到 这个企业是呃他并不是在搞垮这个国家 并不是要尝试透过 诟病国家的方式去拿到更多的利益跟好处 然后集中在几个少数股东 所以现在这个备受争议的或说讨论的像顶星集团 像这个远雄集团像鸿海集团像日生生 其实你所面对的这些案子他都有一些真相事实在 那如果当然他们可能怕将来有法律的问题有利害关系 可是如果他愿意跟这个社会对话 然后展现他的社会的企业的呃责任感 跟社会的呃这种企业的伦理呃用心沟通 难道没有用吗 因为他们的解读是认为台湾现在陷入一个所谓的科批风潮的民粹当中 你觉得这个解读呃是正确的 为什么企业家不能导入对他有利的一个社会环境呢 应该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民粹哦 应该说当人民在呃就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呃我刚讲过两个字叫真实 这两个字其实对于民众来说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些企业家要把自己的真实一面啊 这个嗯坦诚的显露在我们的人民面前 其实你为什么要赚的钱就集中在一两个人手上 觉得自己有天重英明 哎我觉得他如果他可以说哎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这句话不能不能再继续讲了 那个马总统也常讲我听到啦 他应该不是讲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嗯那种是以上对下的姿态 我听到我该听到的啊 而是说 请你们来告诉我啊 而是说我今天我知道我的问题 我来走入你们的世界 对我知道我的问题 我需要我觉得我的企业背负了什么样的责任 嗯我知道我的企业需要呃多做一些长期耕耘的事情 让我跟台湾或者我跟民众这个品牌是结合在一起的 对呀所以结论是说企业财团跟人民啊跟政府国家之间不能是三输这是事实 但是不能三输的话不能发言权只在一方手上吗 对不对应该是三方平衡 那这个现在我们的财团我也知道他们现在很焦虑 对不止这几家啊 这其他家的财团企业家也看在眼里啊 觉得说哎呀怎么办呢 那这个客市长或说其他人说我们不是反财团呢 不是反商 我们要的是一个公平啊 对啊 对啊 人民啊这个啊的这个啊分配啊均衡的一个世界 所以企业家如果转念之间啊他们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制衡高点的耶 当然可以就是说他自己不要一直想着战斗并购啊 这种商场上非常强烈的用 可能要改变一点身段 可能要柔软的去面对呃就是呃民众或者是他的衣食父母的内心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身边的这些那幕僚人士可能啊必须建议这些企业家们跟社会对话转念之间你可能就能够翻转你的形象了 谢谢你啊 谢谢周远